娱乐中心林伟番报导小钟突在脸书严肃发文 现代这个社会假好人 比真坏人还可怕 引发热图翻射自小钟脸书 50岁男星小钟钟云城出道20多 过去曾是修比都华成员之一 凭着幽默斗趣的格走红 深受许多观众喜爱 而他也是许多综艺目的常客 经常在荧光幕闪为观众带来欢乐的他 没想到他今27日突然有感而发 在脸书上严肃发文 在现代这个社会假好人 比真坏人还可怕 引发网友热议一有所指嗷 小钟突在脸书严肃发文 在现代这个社会假好人 比真坏人还可怕 引发热议 图翻射自小钟脸书 小钟有着客家一个封号 谈吐风趣 台风稳健身受观众喜爱 幽默的小钟常在脸书 出幽默贴文 让人会心一笑 没想到他今天突然赶而发 在脸书上贴出头戴墨镜 身穿黑色皮衣 头若有所思的照片 并严肃发文写到 在现代这社会假好人 比真坏人还可怕 PO文一出 立刻引发多网友热议 真的事上最可怕的是 人心 哈哈我 一起发光发热 太同意了 没错 你是好人 也是个人 对我坦诚 只为了朝他狂奔 真的没错 表面装 一副人很好的模样 私下专做一些上不了台面 事情 哈里入牙 小钟常在脸书发出幽默贴文 没到他突然有感而发 严肃发文 图资料照也有网 留言表示呼应时事 真贴切 跟着心走 仗义美多 狗背 负心多是读书人 善恶到头中有报 莫忘出 真的令人做的假好人 人真的比鬼可怕 一起 光吧 我好像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事件 再贴切不 聊 此外也有网友评论 小钟的帅气造型帅 虽然 夹克看起来有点廉价 上面很帅格子裤不太理 就是了 N看起来有坏蛋不假